学习乌克利利 让长辈们也能够训练自己的手和脑 在人口老化的压力之下 不论政府或民间 都在尽力为饶人福利 尽一份心力 信册禅士举办引法乌克利利学习班 成果斐兰 许多长辈们接触了乌克利利之后 都变得更快乐了 信册之所以会有三大据点 是最主要最早是原因在 我们的新住民姐妹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新住民姐妹进来 那社会局呢 很希望说大家能够接受新住民姐妹 那政府在这个区块也非常的努力 那那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在服务新住民姐妹 后来是因为呢 社会局他认为我们能够接受姐妹 也能够服务姐妹 他就希望我们能够成立这个据点 所以我们成立这个新住民的据点 是社会局的委托 后来又因为呢 有新住民他的孩子 他们的第二代 那有很多孩子呢 他们需要再进一步的就是课后辅导 所以我们又接着在成立那个管乐团 长辈们从公益的服务中 获得许多的自信 为了让处于乐林的义工朋友 有个调剂生活的工具 透过乌克利利可以训练手部与脑部 唱歌的欢乐气氛也感染了每个长辈 十方新闻规文 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